三十七岁的男星陈谦文 因为演出八点打天之骄子的张瑞坤一脚爆红 成为本土剧中的反派专业户 他近日参与公益活动时 看着单亲偏乡等弱势家庭的孩子时 也深有感触 因为他小时候就是由妈妈一手抚养长大 家境十分贫困 甚至是低收入户的一员 但这样艰苦的环境也养成他成熟的性格 帮妈妈摆摊打工 建议的成长历程让许多人相当敬佩 陈谦文透露 在十二岁那年 父亲骤然离世 经济重担便落在妈妈身上 与哥哥一家三口相依为命 由于是单亲家庭 且少了父亲的收入来源 一家人在之后的生活并不好过 还领过二三年的低收入互补助 童年非常辛苦 当时妈妈都会在市场摆餐 卖过便当 火锅料 化妆品 服饰等等 几乎可说是用尽一切方法赚钱 而他跟哥哥也不忍妈妈独自承担 都会一起帮忙贩卖 回忆起当时的日子 他淡淡说道 平常都不能休息 一个月顶多休一天 只有过年会休息 他坦言 小时候总不能理解为什么妈妈要这么拼 直到渐渐大了后才明白各种道理 16岁那年 他开始到处打工贴补家用 学校老师都看在眼里 常请他担任小老师收工课 私下给予零用钱花用 成长至今 遇到许多贵人相助 也让他感动说 帮助很大 因为被帮助过 所以特别想要回馈社会 如今 陈谦文终于出人头地 光是前半年就有三部细约的收入 下半年则多为单曲发行公益活动 这段期间他也赚够钱买房理财 就是为了给家人更好的生活 始终把母亲放在第一顺位的他 直言此次过年 会买好一点的年菜回乡与妈妈团圆 并包88888的红包 表达孝敬之意 工作满党的他也希望 这次过年能够放假 并带上家人出门旅行 好好放松 展愉货 展愉货 施的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